总统蔡英文11号接见华谱学者代表团 访兵包括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来仪 欧亚集团中国事务执行理事华自强 美国企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库博等 国安会秘书长布丽雄也遇会列席 台湾关系把立法以来历经了许多国际情势的变动 如今已经成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的基石 美国是台湾重要的安全及经济伙伴 那么去年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首批协定已经完成签署 4月10号将迎来美国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 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孙小雅 也在10号台北举办的交流音乐会上 表达美台人民身后的伙伴关系 总统蔡英文也在接见华谱学者时 重申台湾会肩负责任 致力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与全球民主阵营扩大合作 格拉尔也直言台湾是全球信赖伙伴 肯定蔡总统的稳健领导 格拉尔也帅欧美学者回为一年再访台 时间点就选在台湾520总统交接前 看好台美关系在520后也能持续 渐若磐石 新唐人雅在电视 陈慧莫逆详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